逊 又来个密质旁 折进来 靠得很近 折进来 点 饱满的点 细细缩缩 下来 一样在左边收回来 右边拉长长 逊 靠得非常的近 这个笔画跟笔画器能非常接近 笔画跟笔画非常接近 稍微分点长短 不要一样长 逊 找 漆笔 写的有点方硬 过去 断掉 接下来 圆的 出到细鼓上去 这一块有点粗出来 还是要保持的接出来的感觉 这边很长 后面 渐渐的 然后这个直话靠右边 不是正中间 顿顿的 远近之势 找 好 我还是觉得这里应该有一点 看不太出来 好像都黏在一起 这里有一点三角形 直画 短横 两个短横 这个折 折 下来 一个横画 两个横画 这个间隔距离自己取好一点 右边很长 注意粗细滑溜溜的感觉 然后这个皮还穿出去 皮的很长 点就比较短了 习惯 然后这个点几乎都黏住了 注意位背 位背那种沾黏的地方 非常的多 可让这个字看起来比较紧凑一点 所以有时候不用怕 不小心碰到没有关系 有碰到 但是不要全部黏死 全部黏死也不行 出到锡 收紧 装 这个点下来 包满了点 拉得很上去 收回来 从这边穿出来 折下来 这很怪啊 照着写 反正写出紧错 拉长 上面写得很紧 这边拉得很尖 然后这里 又写得很紧 点 交错 点 饱满 润 润来保留利书的笔法 到这里 还有点勾起来 利书的笔法 以前利书还是翘起来的 挑上去 提笔 它的门右边比较低 上去以后 再切一下 刀子 削下来 削下来 在这边 感觉往外 顶出来以后 再 顶出去 顶回来 再顶回去 未被特有的笔法 注意啊 它有碰到 有碰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碰到一点点 未被有沾连 这一点应该是平衡的 应该是要有平衡 它的图啊都有一点 可能它这里有点平衡 还是破掉的 看不太出来 当然这个可以不要写 截这三个点 截了三个点 长得好高 慢慢往外放射 撞出去 一个 两个 注意横滑紧密 上面稍微伸长一点 这个又触到细 然后起来 这个断掉以后再撇过来 撇过来 还有一点 然后中间靠得很紧 但是 不黏到 这个密布 靠得很紧 但是不黏到 中间只留一点微小的缝 然后这个下来以后 准备要干嘛 准备要过上去 往内再张上来 然后这个交错过来 这个饱满的点 拉到后面 还是要努力的把它做好 接 白 撇 他把撇 牵到这个字里面了 变成他一部分了 不知道还远没有那个撇 下来 这写的很结实 哇 这个非常结实 黏住 拉出来 写的很 结实 这黏笔黏得很多 白 好